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 各位一點好朋友 大家午安 今天是中央民國113年8月3號星期六 剛剛經過那個暈眩的土庫的 馬光黃昏市場 看到有一個富人 載了一車 一車小貨車載了一車 這種級別的 流連蜜 這種級別跟我們自己種的流連蜜 很相似 甚至比我們種的流連蜜還小顆 好奇之下 停下來跟他買了一顆 摸起來還蠻重的 這個重量裡面應該有果包 但是照我的經驗觀察下來 果包在這一側 還有尾部 那這一側應該是沒有果包 那我為什麼要買呢 因為今年我們的流連蜜呢 因為去年的重減的關係 今年我們自己的流連蜜都沒有漲 所以今年還是必須吃一下流連蜜 解解殘 那我問他說這哪裡種 他說是六龜 六龜載到這邊來似乎有點遠 不過整車都是這種級別的 所以這個應該也是他們打下來的 然後有一些小販去跟他們整批採購下來 不然正常這種級別的流連蜜應該不會拿出來賣 那好我又開看看開果看看 畢竟我們今年還沒有吃到流連蜜 好我從這邊 我猜想這邊是沒有果肉的 沒有果肉的 現在是幾點 現在快將近四點了 如果住在附近 我等一下打開 如果住在附近的 我吃完之後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你如果要買的話 應該他還在那邊 應該還在那邊 這邊應該是沒有果肉 果然不出過所料 這邊是沒有果肉 這裡有沒有 這邊是比較少 後端跟背面那邊就會有果肉 這邊比較少 好 香氣是有的 那果包比較小 果包比較小 那香氣是有的 好 整個拿起來 好 這個就是流連蜜 果包真的是這邊比較少 這邊比較多 那這果包小了一點 吃看看 還不錯吃 跟我們種的很像 還不錯吃 這個是這個級別 就是 應該就是人怕了 不過這個能吃 我剛剛有說 怎麼賣嗎 還沒講 他整車都是這種級別的 一顆用顆來算的 自己挑 一顆50塊錢 所以我好奇之下 我也不敢挑太多 因為我不知道裡面 到底果包的表現如何 那現在看起來是這樣子 果實不大 果包不大 但是是能吃的 是能吃的 這就流連蜜 這個應該是白魚品種 還不錯吃啦 跟我們種的幾乎 口感是一樣 我們自己種的應該是明年才 才有辦法再生產 今年沒有 所以買一顆來解解餐 嗯 還行 50塊錢啊 接著才能這樣行啊 OK的 嗯 好那剩下這些呢 等小孩子 補習完回來呢 再給他吃 我們就等一下放在冰箱裡面 OK這個在 雲丁縣土壺鎮 馬光的黃昏市場 有一個富人 載一小小貨車出來賣的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好我們下次見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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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